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准客频道 我是斌哥 今天我们来聊聊 狗子明明很年轻 胡子它怎么就白了呢 我知道有同学一听这话题就上头 怎么跟我有的一拼 年纪轻轻不但头发白了 发际线还上扬了有没有 难道这狗子小电影人也看多了肾不好 还是熬夜剪片子干以沸沸 好了 都别猜了 已经有那味儿了 还是来听听正经up出 给各位爱准客安利一发 咱是男友肾宝女痴的交 咳咳 冰哥 您这是怎么了 不是聊肝的就是聊肾的 那至于为什么 咱先按下布表 视频后半段会给你一个完美的解释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要说您家狗子为什么很年轻 就开始长白胡子了呢 其实跟人的哨白头一样 狗子过早出现白胡子 是早老的一种表现 那么咱就先得了解一下 狗子从几岁开始 进入中老年 胡子会因衰老而自然变白 还等啥 music 走起 我们先从这个表聊起 此表是由美国养浅俱乐部AKC 根据美国收集协会AVMA的数据统计 将狗子年龄与人类年龄对比 可以清晰地看出 他们会在几岁进入中老年 表格顶部 先是按照体重将狗子分成四个体型组别 小伙伴们请记好 这里是重点 未来其他视频里聊到的体型也源自于此 为了方便理解 我将图中的棒转换成熟悉的公斤 四舍五入 那么小行权体重就是9公斤以下含9公斤 中行权体重就是9.5公斤到22.7公斤 大行权体重是23公斤到45公斤 巨行权体重呢是45公斤以上 那左边第一列代表狗子年龄 右边四列则是个体型组别狗子对照人类的年龄 这表能说明啥呢 分明就是提醒各位吃播且吃且珍惜量力而吃 吃胖了 它容易老得快呀 那么按照词表 如果您的狗子在五岁以前就出现了白狐子 无论体型大小都可能是以下两大类 五种原因造成的早老现象 好嘛 银哥 您竟是添了一个坑又瓦了五个坑的节奏 别着急啊 确认过眼神和屏幕前的你咱是一类人 不能指挖不填 两大类是指可逆与不可逆 顾名思义不可逆是指一旦这几类原因导致狗子白狐子是不可修复的 反之则可以让狗子的白狐子状况有所改善甚至完全消失 我们就从不可逆的三大原因开始 第一是遗传基因导致 和人类一样如果狗子先天缺少抗衰老基因 或该基因在后天发生变异 那么即便狗子还是幼犬也会出现白狐的 这类情况大多出现在羹类犬身上 其中我们最熟悉的犬种就是血纳瑞了 这种基因是吉本伊秀博士在1984年发现的BCL-2基因 第二是压力焦虑导致 一份刊载于2016年11月科学美国人的报告 对1到4岁的青年狗子进行了调查 研究发现凡是有如下表现的狗子 更容易出现早老症状而长出白狐子 A呢惹怕噪声B呢是面对陌生人或陌生环境 陌生动物感到这个焦虑C呢是容易冲动 捧在主人面前跳歌不停 此处呢再安利一发科学美国人呢是1845年创刊的科普类读物 到2020年的8月已服务美国175年 第三呢是皮肤病白颠峰导致同样和人类一样 狗子得了白颠峰会使得这个黑色素细胞的功能消失 局部皮肤或毛发变成白色 出现在狗子口鼻部的病葬就会让狗子看起来啊 像长了白胡子一样 虽然具体的成因呢到目前为止啊仍是尚不清楚 但在AVMA美国兽医协会的数据统计中啊 以下几个品种是更容易罹患白颠峰的 A就是德国木羊犬 B呢是罗耶娜犬 C是腊肠犬 D是入冰犬 那么感谢所有强忍不是蹲进肚条到现在的各位观众老爷 公平打个Olig 给自己上个点赞吧 咱们先回一波雪 更希望上面说到的都和您家狗子是鱼女无瓜 我们换个音乐换个心情 赶紧把开头挖的坑闲上 接下来聊一聊 虽然导致狗子过早出现白胡子 但是可以逆转的两大原因 第一是由肝肾疾病导致 狗子不能足够快的处理代谢掉体内的毒素 造成的年轻甚至幼崽阶段的狗子出现早老性白胡子 第二是由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 狗子皮肤病变 从而影响毛囊并阻塞黑色素出现的早老性白胡子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两种情况只要及时就医 狗子的白胡子会逐渐改善 变回他们原来的颜色 节目的最后 我们以图片的形式 为各位爱宠客展示 自然变老式狗子胡须变白的三个阶段 首先是零阶段 无白胡 这个阶段狗子不但很年轻 身体更没有疾病的影响 其次是一阶段 正面白白胡子只出现口鼻的正面 第三二阶段 蛋白状 此阶段 狗子的白胡子范围是刚刚超过鼻子 第四是三阶段 全白状 此时白胡子已经向狗子的脸颊上方发展了 都说呢陪伴是最长期的告白 主人是狗子的全部 那么请感恩身边陪伴你成长 而他先你老去的狗子吧 无论富贵贫穷 无论健康疾病 不论人生的顺境或逆境 在对方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能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 还等啥 你们可以交换戒指了 呃 这 了解更多全种 扫描二维码 或关注公众号艾种客 微观网内就能查询了 本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收看艾种客频道 点击订阅 敲响小铃铛 国内的小伙伴一键三连 点赞投币收藏 拜拜啦 你呐